你知道白晨湘最后多少年吗 白晨湘敏之一族白鹤的亲孙女 初次登场就已经达到四环魂宗 同时也是唐三的亲两妹 和唐三等人相遇后 就一直和唐三等人在一起修炼 并且和马红俊相爱 他是史莱克的第八怪 后来和史莱克七怪一起通往海神岛历练 先后获黄金一考和紫金三考 斗艺完结时 白晨湘以23岁的年纪就达到了七环魂胜 和七怪相比 白晨湘的修炼天赋还是太低了 这也可能在和他没有服用仙草的原因有关 关于白晨湘的最后等级 还有一个版本 白晨湘最后成为了海神岛岛主 也是最后仅存的99级绝世斗罗 如果把这个版本的说法 归奈为奏役完结后的故事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白晨湘最后的归宿是凄惨 白晨湘因自身的修炼天赋 没能跟上七怪 所以没能成神 而马红俊也只是继承了二级神奇 不能带人去神界 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白晨湘老去死去 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 终是凤凰成了神 从此语焉再无孝言 如果白晨湘有封号 大家觉得会是什么呢